在湾区生活志愿多 阿尔文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我们位于中山 三乡的一个华白观山水 刚好这个月观山水是位于一个收留的期限 早期买的那些单位 现在是陆陆续续在这里集中收留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边 拍了非常多的车 大家可以再走出来看看 可以看到 两边都是车 这边也是车 那边也是车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还有很多人 今天就是他这边的一个收留 早期买的一个热主 街坊也是收留 多数都是大陆车牌的车 所以说这边很受我们中山 或者珠海或者深圳那边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喜欢 而且它的价钱也不算高 那这样一个湖景大盘 八千多元的一个蛋价 我觉得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拍摄一下我们的一个景色 给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上去实体那边看了 那现在就有我们的毛坯减和我们的一个精装收减 不过精装收就只有一栋 那我们直接就开片 去上面和大家再说回 OK 我们现在首先就上来到我们的一个示范单位 那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十七座的一个九楼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阳台位置 那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景观 浪面的一个景观 哇 绿化全部是做好了 而且做得非常之美 还有环形的一个跑道 那大家可以见一下楼下非常多的车 可以见到 这里是可以见到楼下有这么多的车 那大家会不会以为 那这里的日注率非常之火爆呢 那现在楼下就即时有这么多车 那车库的车肯定全满了 那其实不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 是我们观山水这边的一个收楼期 这整个月都是 因为它全部是集中收楼的 所以楼下的车呢 都是我们一些业主呢 过来这边收楼啊 现楼那些的 所以非常之多 不过现在楼下呢 都有人在那里拍视频 阿博士 沈博士 在楼下那边拍视频 那我们都见到 那非常多的车非常多的主要 那这些车呢 多数都是内地车来的 只有两三部的香港排车 所以说买这边的一个内地人 就是珠海人 中山人或者是深圳人 是非常之多的 那后期一个入住率呢 相信是非常之好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无P交流的 这一批收楼的 因为之前卖的多数都是无P交流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有和大家整理我们17座 是由一个大装修去交流的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17座上面一些大装修交流的一个单位 就唯有我们这一座才有的 不过它的价钱呢 就会比无P的高了 那我们现在这里呢 最便宜的买的是8500元一平方的 那这个单位 那我们这一座大装修呢 是要去到9500左右的 所以是1000元一平方的一个装修 但是它就全部帮你收拾好 你不用烦了 那我们现在所看出去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西向了 那西向就看回我们整个园林的一个景观 哇 流禁区非常之阔 还有景色呢 它园林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阳台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这边是西向呢 你浪衫呢 一到下午呢 那些阳光全部都会晒进来 那后边大家都可以见一下 我们的一个三景 非常之靓的 今天天气非常之靓的 大家可以见到 那这边可以看到是小小的一个湖景 可以见到这个位置 小小的一个湖景 和别墅的一个景观都非常之不错 那我们再看回内朗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108的一个户型 那就是做了我们的南北对流 那就是有我们的四间房 那这边都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交标 那这些全部都是到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交标 采光做得非常之不错的 看回我们整个阳台的一个景色 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位 那大家可以见一下 地下用的都是我们的大瓷砖来的 75x5.5的一座瓷砖 又不是說是60x2的大瓷磚 客廳也是非常之闊 1 2 3 4 5 6 大概是有3.5米的一個開鑒 也算是比較闊的 門口這裡就預留了一個位置給大家 到時可以放回我們的櫃 定制一個鞋櫃放在這裡 這邊就是我們的交標 智琳、子民、密碼、匹克 三圍一體的一個智琳門鎖 接著就是我們門口的 它就是3加1房 這間可以做書房、襲物房 完全都是沒有問題的 3加1房可能是到時用不了 門口這個位置到時有個防火門 其實大家到時這個位置 都可以自己用回 放一些東西放在門口都可以的 最後大家看看 身上就沒有點油吊頂了 但是它就是整整齊齊方方 正正的一個戶型格格 白色雨鞠七場 這邊就是我們的房間 都算是比較大的 我看到這間房間 還有飄窗 空調就是要後期去買的 就不賣交標了 這一間可以見 就是一個洗手間 比較簡簡單的 洗手間 鮪肉、洗手盆 還有一個浪浴缸 到時這邊 我們自己再加一個玻璃 做了是乾濕分離的 採光都不錯的 這間房間 不是這個洗手間 這次就是這間房間 其實都算大現值了 就是把5米8的床 做一個衣櫃 其實都夠的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都夠大的 5米8成2米的床 非常之夠放的 今次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採光性都是非常之不錯 只不過就是簡單了一些 可以見到外面也是非常之美的 一個美景 陽台的景色就是非常之不錯 剛才好像少了我們的一個陽台 我們再走出來 看看我們外面的一個陽台的位置 大家可以見一下 這邊就是我們東南朝向的另一邊的一個陽台位 可以見到 都是我們的一個三景 三鄉這邊三景是多的 觀山水這個位置 它是比較好的 位於我們一個山景中間 所以說它這個位置就是別墅和高層的 整個環境都非常之不錯 非常之適合退休或者過來度假 自己有台車是會更加方便些 沒有車的話 這邊也可以買回電單車或者叫車 在這邊開車都是非常之方便 或者叫的的都是非常之方便 所以說這個環境就是第一環境好 價錢又不是太貴的 好像我們這個108方的 如果是戒具大 裝修9500萬平方的話 大概都是100萬出頭 那你首期都是15-16萬 就可以上到車了 所以都是算不錯的 還有整個樓盤都是比較深穩的 深樓盤環境也好 地勢又高 不是說很多人會覺得深風浸水 但是其實這個位置比較高 它不會說是浸水的 還有位置也是算OK 在三鄉這個位置 無論是環境或者是一個交通配慮 因為前面門口就有商場 出去又有我們的一個公交車站 這裡又配備了回香港的一個直凸巴士 可以回到香港的太子屯門這些地方 那門口又有巴士可以直接回港口岸的 就是說比較便捷 就是慢慢住的人越來越多 就是交通會更加便捷 以及商業會更加的多 那麼這個三水大盤其實是非常之不錯 那我們再看看一個最細一點的面積 OK 我們剛才看完了我們108方的單位 就去山街一旁了 那接著就看回我們一個94方的 那因為這一座17座是兩太四貨的一個單位 所以它是有兩個面積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回另外一個小的面積 那這一個大家可以看一個佈局 入門也是一樣的 這樣它也是有留在我們一個位置 那門口這些交標是一樣的 接著就是廚房這裡 廚房是L型的廚房 那這些都是華大的一個品牌 那有一個細群腿去出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細群腿的一個採光度都OK的 不會說有遮擋 那我們現在的亮度 廚房線也是非常之不錯 那磚也是60米2的磚 那大家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是東南向的 東南向 看回我們的一個圓林和山景 那其實環境也是非常之不錯 那車也是非常之多 今天是收樓 今天也有跟大家說過了 是一個收樓的一個季節 那多數就是我們兩梯四戶的一個單位 那單價呢 九千多到一萬左右 那望湖景那些呢 就去到一萬多些 最多些 那麼有一個便宜一點的單位 就是有我們一個七十一的平方 七十一就是最小的 但是那些就是兩梯六貨的 那麼那隻呢 你戒回八千多元七十幾磚 戒回來都是五十多萬就可以上車了 五十多萬你首期都是1.5成 大概十萬都不用 你直接可以上車了 不過那些就是無P的一個價錢 八千多元 那麼看看房間 都是方方正正的 九十五方 那麼這個是洗手間 可以見到 那麼膠標呢 都是一樣的 如果有大裝修的話 那麼它交到四方這間房 都不算說太小了 可以見到 最後邊就是主行房 主行套家 那都可以見到 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武學室了 OK 就看完啦 我們十七座這座 就是兩梯四個的單位 那這一隻呢 就是交四方的三個 兩梯兩位的單位 那我們看一下 可不可以看到那個七十一的一個示範單位 那如果不可以 就在樓下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OK 好了我們剛剛就看了我們一個 108方的三家房 還有一個九十四方的三房單位 就是呢 就看不到我們七十一平方 那個最小的兩房單位 但是早期都有跟大家拍攝了 不過現在是驗樓單位 所以它每一層進去呢 都是要有銷售帶上去的 那現在又是收樓櫃了 那大家都是忙得非常之忙的 但是越住收樓 因為全部集中在這裡收樓的 所以我們就不看我們七十一 那如果是想到現場來看的 我們可以帶大家上去看 那七十一無非就是兩間房 一個洗手間 一個廳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主要就是看它的環境 那三鄉觀三水這邊 那相信大家已經是有一幾年 17年 16年 可能16年都已經是知道了 我們三鄉觀三水這邊了 因為這個本地是非常之大的 那都陸陸續續賣了這麼多年了 那相信很快就是現了我們的收樓 因為現在買的是我們最後一期這些 還有別墅都是買得 剩下最後一期了 那買這邊的一個群眾呢 就無非是喜歡它的 有衣有水的一個環境 還有周邊真是沒有什麼遮擋 沒有什麼可以和這個樓盤 去做一個對比的那個樓盤 因為無論是價錢和它的景觀呢 它都是非常之美的 那就是非常之適合買來自己住 買來退休這樣的 那倒架都是非常之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環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才拍攝 那天空完全是沒有什麼遮擋的 還有就是它的樓盤它都是非常之寬的 還有整個小區的戰地是非常之大 有別墅 有山景 有我們的一個小高層 有我們的一個湖景 就是配合得非常之好 搭配得非常之好 還有面積小到大都可以選擇 還有單價不算太高 那唯一的決定可能就是它多數都是無皮交流的 那大家可能要花時間 或者找我們這邊去做一個裝修 那剛好這一次呢 有17座的一個大裝修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8000多9000多個單價去做一個面積 那其實總價都不算太大 那首期1.5成都是比較容易上車的 好像我們剛剛才說的 如果兩房那些可能不用10萬元呢 就可以做回我們的案件了 那裝修這一筆呢 可能就你七色一平方大概裝過 簡單裝修10萬元 那再買幾萬元的家具家電就可以入住了 那都是非常之簡單輕鬆的 那現在單排車出關很多人都有自己一部車 那非常之方便可以駕駛過來這邊 那便通行無助了 那不懂駕駛都有滴滴可以叫的 那在內地買一部車都是幾萬元就可以搞定了 那好像全排說的一部電車那樣 充一次電加滿油可以駕駛2000多公里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都是9萬多元10萬元一個車價而已 那是很便宜的 那內地買車不像在香港那樣要高工額的稅塊 還有養車保養這些都是非常之便宜的 那車位快大概就是二三百元一個月 那完全是可以接受到的 出來內地不用擔心沒有車是不方便的 尤其可以自己買一部或者叫的的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就看大家喜不喜歡整個華法官山水的一個風景 那買這邊沒有想著投資升值 買這邊主要是居住 就是住得舒服的一個環境 是會好些的 那大家可以見一下 大家可以見到整天的必須 或者是我們的一個湖景單位 是不是非常之漂亮呢 有生景、必須景、湖景 那這一邊這些單位會比較貴 那是看湖景的 整看湖景要一萬左右的一個單價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決定 那如果是喜歡我們的視頻 不妨點個讚 點個訂閱線 順手分享出去 給你上至中山的一個朋友 看看 那我們今集的一個介紹 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是想到實地去考察的 可以掃描我們上方的QR Code 或者撥打我們上方的聯繫線 聯繫到Alvin這邊 那我會幫你計劃一下行程 那過來這邊再對比幾個樓盤 讓大家去看看 去體驗一下三鄉這個感覺 和大家可以試一下怎樣過來 和怎樣回去的時間 看看對不對 和體驗一下周邊的一個環境 再做一個決定 完全是不遲的 那現在利率都低了 三里多 前排降了 所以說你上車現在是非常之好的 十多萬 甚至不用十萬元 就可以上到心2的一個單位 OK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下期再見 拜拜